还原马王政争 吴敦义说 马犹豫两秒 2013年9月 这场让国民党元气大伤的 马王政争 前副总统吴敦义爆料 当天他接到马英九电话 要他立刻从日月潭赶回总统府 记者会前半小时 他才知道马英九想对王金平开闸 他力劝马英九和当时的行政院长 将一话万万不可 马英九有点犹豫 记者等很久了 是不是赶快过去啊 犹豫了两秒才起身 他因此被排除在灭亡计划外 也预见了国民党将面临的风暴 他认为如果他还是行政院长 就不会有马王政争 也不会有太阳花学运 这次马英九 召民进党立委柯建民 控告在马王政争中泄密 当年立主开战的马英九幕僚 罗志强 则在脸书写下 台湾的是非被一群无脸人 埋进了棺材 如果时光到代 历史回到那一刹那的话 我会选择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政治中心 台北报导